各位台中醫院的病友大家午安 大家好 午安 很高興又來到台中醫院 跟大家分享一些運動 那今天當然我們的設定 就是說要教大家 比較完整版的 一點點的運動概念 那話說回來 其實 這個環境 目前這個社會 有很多 讓我們身體不健康的因素 可是我總覺得 運動會是最好 把這些不好的東西 代謝掉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在復健科裡面 我是來自中山 中山的復健科 我們很提倡這個方面的 一個概念 我們復健科也慢慢的 往這個領域 在跟大家做很積極的 去把這些不好的東西 代謝掉 把它排泄掉 這樣子人才是會健康的 所以基於這個觀念 運動是很重要的 那我今天設定的這個題目呢 就是說 尤其是乳癌 术後的患者 有兩大 我們最大的敵人 叫淋巴水腫 跟癌陰性疲憊症 我想在陳醫師的教導之下 我們常常上陳醫師的課對不對 上完之後慢慢也都認識了對不對 那我今天我自己的專長在淋巴水腫的治療 有一點點心得 我會在這邊跟比較新的病友 還是沒聽過的人 我會再跟大家再三提醒 不過我今天的主要的目的 是要來告訴大家 該怎麼運動 這一堂課的設定 所以是一個很實務的課程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乳癌术後 大部分我們看到的情況是這樣 我們富健哥看到的 有這麼多的後遺症 因為開刀去切除去破壞 你人體的系統就會被破壞 包括什麼系統呢 比如說淋巴回流的系統 肌肉骨骼的系統 甚至你的皮膚會沾黏的問題 其實都不要小看這些東西被破壞 它都會造成你的健康上的危害 或者是慢慢的產生了問題 那我們也常常遇到很多病人 都會抱怨肩膀疼痛 關節有沒有 那其實啊 不要忽略這些東西 這些疼痛啊 跟我們這一次手術 跟得到這個不好的細胞產生的疾病 癌症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在治療這些肌肉骨骼方面 有一些特別的考量 那包括這一些 易往症候群 不曉得病友們 大家有沒有感受到 手術後大概半年左右 這邊好像會有筋膜一陣條 緊緊的 甚至啊 你手 有沒有人啊 你有經驗就是說 手抬到90度 然後就上不去 用一條線扯住 如果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你開刀的那隻手 慢慢的從側面上來 如果你會覺得有一點點卡卡緊緊的 不一定是所謂的肌腱炎 或者是五十肩 其實跟這個易往症候群有關係 那這個都是我們的 術後的後遺症的問題 不要忽略 其實都應該要接受正確的治療 所以有一些議題呢 我們在之前的課程都有提醒過了 但是大致上我整理出來 這些都是一些問題 那今天要講的兩個重點就是 癌性疲乏 你需要用運動的方式 常常陳醫師在跟我們分享說 你的體力變差 你的身體變弱 其實不是你的問題 是因為你身體真的受到破壞了 你的面衣系統下降了 你的整個體勢都掉了 這個東西你必須要用復健的運動 或者是正確的運動去把它強化起來的 這也是告訴我們為什麼要運動 其實有這麼大的一個 癌陰性疲乏的問題在這裡 所以跟大家再提醒一下 這邊有一點點內容就是說 其實癌症患者在治療中或後 身體其實都會有一些變化 尤其是你的肌肉萎縮 有可能是全身性的萎縮 各位有沒有聽過肌少症 有 肌少症大部分是發生在年紀大的病人身上 可是很不幸的是 癌症病人也會提早產生 也就是說它的肌肉的組成比例會下降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蛋白質的合成變弱了 它在幫助修復組織的能力變差了 所以一定要做適當強度的運動 不然的話你的肌少症有可能提早報到 我們平均來看所謂的老年人才會得到一個叫肌少症的症狀 其實在癌症病人上我們看到是有提早出現的現象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系統 我特別提醒的免疫系統 全世界都在治療說 所有的疾病99%跟你的免疫系統下降有關 所以我們在用多的藥物或用什麼方法去抑制不好的細胞之外 其實有一個最重要的觀念是要活化你的免疫系統 那活化免疫系統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以我運動的觀念來看 免疫系統啊 你認為跟什麼東西最有相關 跟你身體的心臟嗎 心情 作息都有相關對不對 那我自己用一個指標在看 叫做水腫 當免疫系統比較差的時候 你的末梢比較會腫脹 因為免疫系統又表現在你的淋巴回流系統 所以一個人的淋巴回流是好的時候 他是通常的 他的免疫系統也會比較被活化 因為這個淋巴系統 我們在人體的解剖上 這個管路是存在的 那有聽過淋巴結 老一輩人是說 砍蛤蠟 就是說 當我們淋巴結正在作戰的時候啊 他會紅腫 腫脹 會在我們的下汗的地方 脖子的側面 腋下 屬膝部 都會有 所以這個地方的健不健康 通不通暢 其實就會影響到你的末梢水腫 那我們癌症病人啊 剛剛好淋巴結又被破壞對不對 因為病友大概都知道有開刀 所以肢體腫脹的更厲害 所以 不小心 您的淋巴水腫又是比較不好的 控制的比較好 那又代表一件事情是什麼 你的免疫力是下降的 所以都不得不輕忽你的身體的狀況 當然免疫力弱的時候 最糟糕的是 複發率就是高的 對不對 所以免疫系統這件事情 是我們 治療環節中 我們最在乎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裡面的T細胞 淋巴細胞 直接會下降 被受到破壞 比較少掉 可以去避免感染的 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所以咯 我們所有的病友 都應該好好的去珍惜 就是說 你現在 上天給我們現在這個區域 我們把它用到出了一點狀況 對不對 我們該好好再去把它調回來 怎麼去把免疫系統再活化起來 其實是蠻重要的 那其他的人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都是會有影響的 那尤其是我要特別提到的 就是說 有些人體重上會變化 不管變快速的增加 你代氣變差了 還是因為你肌少症 癌性疲乏 體重下降了 身體疲勞了 都一樣 但是 最常出現的 最困擾你的大概就是酸酸痛痛的問題 所以呢 我自己在看 有很多 還有 術後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肩膀痛 有嗎 發現奇怪 有痛 體力恢復快一點的話 好好 現在慢慢又克服了 其實跟你的癌性疲乏 以及骨質變差 是有關係的 尤其是我們上次在講 骨質疏鬆那一堂課程也有提到 有很多骨質疏鬆的問題 它不會讓你察覺 你等著跌倒了你才發現骨質疏鬆 事實上 它有很多是從關節疼痛發作起 所以你的關節就會開始疼痛 那有的會被診斷為五十肩 有的被診斷為肌健炎 其實呢 跟你的循環系統是有相關性的 所以這些就是我要跟大家特別分享了 怎麼這麼麻煩 我們術後還有這麼多議題要去了解 其實我個人認為一點都不麻煩 而是你要用一些時間來照顧你的身體 像各位 我應該很肯定各位今天來這邊聽演講 因為我覺得術後的人應該要像這樣子 慢慢去認識自己身體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然後去把它花一點時間把它再完整起來 這樣才是對的 而不要只是等在家裡 這樣子我認為是不夠積極的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的一些藥物治療 尤其是一些荷蒙的藥物治療 我們都知道是可以減少死亡率的 可是很不幸的它會增加一些骨質疏鬆的比例 以及一些後遺症 所以我自己在做一個結論就是說 當我們要面對一些骨質疏鬆的議題 癌陰性疲乏的問題 產生肌肉骨骼症痛的問題 這些都是因為我們做了這個手術 接受了化放兩次後 你的身體的狀況往下掉了很多 才會產生的問題 尤其我們看到很多 比如說現在年齡也都很輕對不對 四十歲五十歲啊 可是我們發現它的退化性關節 片子拍起來已經是六十歲的骨頭了 已經長骨刺了 都有這個現象 所以各位應該要更盡早去針對你的肌肉骨骼的問題去處理 更何況這些肌肉骨骼旁邊的筋柔軟度不夠的時候 會加速你的肌肉骨骼的惡化 那我要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肌肉骨骼出現了頸椎腰椎退化五十肩的問題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肩胛骨都被忽略了 沒有發現你的肌肉骨骼很容易痠痛 或者是你開刀那個地方特別痛 尤其是各位我們在治療的時候 會把你肩胛骨後側那邊的筋膜去剝 超痠超痛的 所有開刀的十個裡面 九個那邊都會痠痛 因為有沾黏的問題 所以有很多醫生有很多治療 都告訴你該要好好的去 把開刀的附近的柔軟度去把它維持住 還有肌力要強化 這個地方要跟大家特別分享 叫做肩胛胸的一個活動度 就是你的肩胛骨的柔軟活動度 要去維持 因為你們一定會被破壞 然後慢慢的就引發到整個肩膀的問題 所以這是我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個重點 那怎麼辦? 運動 怎麼運動? 我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一個比較完整的運動 就是說我們這樣子的身體 其實運動有它的獨特專業性 所以我比較不贊成說 請大家散散步而已 對我來講那叫休閒 不叫運動 也就是因為每一個人的狀況不同 我應該去做不同程度的運動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這四個 其中淋巴活化運動應該就是 做了之後 會我剛剛講的 你的末梢水腫會控制的比較好 所以這個應該要早晚認真做 另外 真正你的不同程度 比如說你開刀的肩頸 肩胛骨那邊 怎麼去做伸展運動 這個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新的伸展運動 也是要請大家學學看的 今天會直接教大家 另外呢 在心肺耐力 尤其是你的癌性疲乏 需要做到有氧運動的 也就是說呢 我剛剛說的散步是不夠的 那怎麼辦?快走 快走還不夠的話 小跑 我要你做到有一點點發汗 做完運動之後 是有點喘的 這樣子的講話的 甚至我們可以用心臟去看一些指標 都是可以的 另外最後會示範一個叫做核心肌群的強化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也就是說 現在我們復健科在教所有弱的病人 該去強化你的核心肌群 我們用皮拉提示的方法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個運動 就是這四大主題 要不要學? 要 有興趣? 這是很棒的運動 因為我們 我個人在復健科臨床 今年剛好第20年 我們有看過太多的問題 需要用運動的方式去解決